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的舞台上能尽快调整过来 进入状态 有更好的表现 这已经不是万众期待了 而是百万众期待的事情了 街五四的热搜高度一直居高不下 无论是粉丝还是网友 对这个节目都是热情满满 早已准备好了啤酒和汽水 就等着舞台炸裂的那一刻了 节目组也是掉足了观众的胃口 让这个节目成为今年最万众期待的综艺节目了 02万众期待 是压力也是动力 因为王一博上一季的炸裂舞台表现 让有关街舞的话题始终占据着超高的话题榜单 王一博更是凭借自己的抢眼实力千粉无数 这是好的一面 新一季开始 人们对他的期待 自然是更好更高 对他来说 这是好事也是压力 如何突破自我 表现出更高的专业度 更强大舞台效果 是王一博这次街舞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人人都知道王一博是热搜体质 正能量的形象也让他成为青年的榜样 他的一举一动都有着更广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王一博只有更好这一条路可走 何况这次街舞的舞台要和国外各路街舞大神比拼 虽然节目效果更精彩 对参与其中的人来说 无疑需要面对更多的不可能和自我巅峰挑战 作为粉丝的我们 只希望他一切安好 放松心态 不要把输赢态放在心上 把街舞的精神 舞台上的完美 自我的巅峰追求放在第一位 这是一次街舞的世界大狂欢 彼此借鉴 彼此学习 让街舞更发扬光大 成为青少年热爱的运动才是这个节目的终极目标所在 03 王一博去世的结尾 王一博又要有一个全球代言人品牌要官宣 品牌方已经半官宣 因为发布的时间未到 王一博自己并未官宣这一代言 不过这个品牌的名字很有寓意 必胜放到街舞里就很有预示感 高燃的舞台 当然需要这样的信念 需要这样的加持 让街舞的舞台成为市厅盛宴的集合地 四位队长中 韩庚是同公司的 也是他的老板 张一星是好友 刘宪华之前可能接触很少 但他的人也很nice 和王一博的个性也很相似 相信也能很快地熟悉起来 两人都是内心很诚恳的人 碰到一起一定有惺惺相惜的感觉 这样的环境对王一博来说是好的 能让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放松 并找回自己的最佳状态 来表现自己对舞台的掌控力 结语 原创不易 这是专为王一博设立账号 是一种分享也是一种热爱 你的打赏和鼓励 都是对作者的包扬和支持 只想营造一方安静的角落 来盛放所有喜欢王一博人的心情和愿望 美 我们是认真的 哈喽